禁止八卦的小镇 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八卦 但是有个小镇就没有八卦 而且聊八卦还可能会犯法 这个地方就是菲律宾的一个叫比纳洛南的小镇 这座小镇干净整洁 可能是因为小镇生活节奏太安逸 小城的百姓们茶余饭后最喜欢坐在一起聊八卦 哎 听梅吉说卡帕和他媳妇好像准备离婚了 据说是他媳妇和他的老板关系暧昧 两人准备定居新西兰了 我那天听说呀 米尔和几个合伙人搞得那个公司破产了 据说现在欠了一屁股债呢 赶紧把借给他的钱要回来 我们邻居家去年借给了他千万块钱 到现在都没要回来 你说瓦西奴的女儿 不会和住在对面那条街上的酒鬼在一块了吧 我看见他俩在一块好久回了 总之 从外遇绯闻到破产欠债 再到什么离婚结婚 都是小镇居民们最喜欢聊的东西 一天不聊八卦 简直就丢失了生活的意义 不过虽然聊八卦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 但是这些流言蜚语 也给不少居民带来了很多的困扰 梅姐 你听谁说我和我老板关系暧昧了 简直是胡说八道 梅姐 你赶快出来 你说 是不是我老公和这个女人关系暧昧 如果是真的 我要把这个小镇人千刀万剐 周末梅姐正准备好好赖床 睡个懒觉 没想到一大早就被一阵光光的敲门声和怒骂声吵醒了 他小心翼翼的探出头 哎哟 干嘛这么小吃啊 我也只是听说呀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现在闹得满车风雨 说着 两个女人同时揪住了梅姐的头发 三个人撕打在一起 最后有人不得不报了警 才平息了这一场恶战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一天 市长拉蒙吉科 刚一进政府大门 一下车就被一帮人围住了 尊敬的拉蒙市长 你说我们公司的损失该由谁来赔偿啊 我们给一个食品加工厂生产的配料 传言说里面添加的防腐机超标 还说里面有海洛因 结果合同取消了 市长大人 您必须还我们清白和损失啊 众人七嘴八舌 气愤不已 好 你们先回去安心工作 我会找人明查 待他们走后 拉蒙市长马上派有关部门出动了很多人力抽查检验 结果 纯属造谣 而这些损失都是人们八卦造成的恶果 最近这些因八卦引起的冲突 让本来好脾气的拉蒙市长实在是有点忍不住了 这些乱七八糟的八卦在这座小城市里导致了不少次严重的居民冲突 好几次都不得不由政府出面插手才得以平息 拉蒙市长决定做微服私访 看看到底谁在八卦市长一走上街头就发现有很多树下乘凉的人在聊着东家长李家短 拉蒙市长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 大家都和他热情的打招呼 拉蒙市长 听说您的秘书因为贪污被举报关押受审了 都说是因为您公正无私 最先发现他假借你的名义胡作非为的 秘书吃丝贪污被关押受审 哪有此事啊 秘书就在办公室里办公呢 拉蒙意识到 这些无聊的八卦既浪费时间又会引来太多的是费 必须要严加力度整治八卦之风 于是当地地方议会不得不对此进行干预 拉蒙市长不久颁布了一项特别的法律 禁止在大街小巷里八卦 一旦被抓住 你再和别人聊些八卦 不光要罚款还要被强制送去做三个小时的社区服务 一般来说就是去捡垃圾 而对于屡次被抓到八卦的居民 则将要被处以最高135元的罚款 同时还要去捡至少八个小时的垃圾 这项禁止八卦的法规刚颁布不久 社区负责人就已经抓捕了数名传播八卦的居民 很多被抓到的八卦者都会辩解称 自己只是在分享从别人那里听说的消息 但是法规有规定 所有参与并散布八卦的人都需要被惩罚 实施八卦禁令一段时间后 整个小镇变得和谐了 以前是非颠倒的八卦风气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拉蒙古科说 这项法令啊是要提醒人们 作为个人和本镇的居民 我们要为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负责 我们想向其他镇展示 这里是一个没有流言蜚语 美好安全的地方